范冰冰堂妹范朵朵已经迎在了七号线正式拍摄自己的电影处女作 范冰冰绝对算得上内地超一线女星 在国际上也是仅次于巩俐和张子怡的存在 无论是自身商业价值还是本身资源都是顶尖的存在 范冰冰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混蛋如今的地位的确很让人佩服 今年范冰冰弟弟范成成能够大火 一定少不了姐姐范冰冰的功劳 首先在资源分配上范成成的资源 甚至好过C位出道的蔡瞿坤 两团并行拍摄杂志上各种综艺等 其中姐姐一定出了不少力 另外相信大家也都听说 关于范冰冰的唐妹范朵朵的相关新闻 参加时装秀后获得冠军 且见范冰冰合影祝贺 那会就产生了不小的风波 很多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都调侃范冰冰是个好姐姐 让人意外的是 没过几个月 范朵朵已经正式签约经纪公司 并且马上就将出演一部 自己的处女作电影作品 《无忧面包店》 这样一来也算是正式出道了 范冰冰的党妹从照片上看 颜值和气质还都是不错的 再加上包装就更错不了 范冰冰的党妹从照片上看